没有尺子或其他工具 用手机也能测量长度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安装专门的测量APP 并且按提示进行校准 这些APP主要依靠手机摄像头和内置传感器来进行测量 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但不失为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手段 如果你需要精准的数据 我还是建议你带上专业测量人员和工具 以保证准确性 以下是利用手机APP测量长度的具体步骤 供参考 1.安装APP在手机应用商店中搜索测量或长度测量 然后选择一个综合评分靠前的APP 下载安装到手机里 某些手机操作系统 可能已经预装了测量工具 可以直接在舍制里搜一下 2.打开安装好的测量APP 简单了解使用方法 3.校准第一次使用这些测量APP 通常需要进行校准 一般是在手机摄像头前 放置一个已知长度的对象 如信用卡或硬币 以便应用程序能够计算比例 4.测量 按照APP的指示 将手机摄像头对准要测量的物体的起始点 然后将手机移动到终点 应用程序将根据摄像头的视野 和已知比例 来测量物体的长度 测量结果会出现在手机上 通常已选定的单位 如毫米、厘米等表示 请注意 手机测量的精度 会受到手机摄像头和传感器的质量 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 这种方法可能不适用于 需要高精度的测量任务 但对于一般的日常测量 手机应用程序 可以提供足够的准确性 关注我 我会继续带来更多实用的 数码科技小tips 皆你心中所获